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幾天有一則新聞就是 法國之前有軍援 烏克蘭AMX10RC這個 這個炮車 這我們在之前講這個雲爆的 這個獵豹 獵豹的炮車的時候就有提到 就是 他這個車啊 第一個是六輪的裝甲車所以他比較小台 第二個因為他六輪嘛 他可以承載的重量就比較小 那再加上他這個105砲 他是低壓堂砲 那低壓堂砲就是表示說 他的這個火力啊是打折扣的 跟一般標準的105公里的戰車砲 雖然口徑一樣 可是因為他裝藥就比較少 所以他才會低壓 所以這個火力上面就是有點打折扣 可是這個車本身被設計出來啊 他是 在我們台灣的編制就是 以前的裝騎連啊 裝甲祭兵啊 就是那個徵收連 大概是定位在這裡 所以 這個新聞傳出來是說那個烏克蘭的這個 銀長他就說這個裝甲太薄啊 不太適合攻擊 那這個就是戰術運用的差異啦 你今天假如是進攻的這一方 那 AMX10RC這個車 他應該 他是 做 偵查的 他不能當 那個矛頭 當這個開路先鋒 因為他的裝甲厚度啊 是不OK的 因為他這個 這種 輪行甲車啊 他本身啊 因為 他底盤啊 本身的承載力跟他的越野機動能力的限制 所以 他不可能像 這個鋁帶戰車一樣 有那麼厚重的裝甲 所以他一般都是鋁合金的 就是他的材質可能是鋁合金的裝甲 而不是一般的 這個 鋼啊 甚至他 他這裡還要看他是哪一級的裝甲 因為現在都可以有這個 陶瓷裝甲外掛的 或者是 主動的裝甲 反應裝甲掛在外面來 增加他的這個 防護力 所以 這個車本身是機動性很好 可是 火力跟 這個 防護力 他會打折扣 就會有一點 跟其他的車比起來 另外呢 這個維基百科其實是蠻方便的啦 因為這是繁體中文 的版本 就會變成 連我們這個 都放上去了 所以 你就會發現 以高度 車高來講 就還好 就這個 獵豹啊 雲豹的這個 炮車其實是還好 2米3 所以 嗯 阿哉 那最早其實 是 南非有出一款 大三貓 那上次 我有提到這個 意大利 意大利出這個 極品 這個 半人馬 半人馬這個 你看他全高 他2.7 其實很高 他也不矮 然後這個 美國的 這個 M1128 這個 這我就說他已經廚藝了 我們後續要看雲豹好像看起來又要再做第三輛原型車 你看他這樣做那麼久才第三輛原型車 那會不會最後 陸軍就 琵琶別爆就直接買 美國的二手的 現貨 那日本是16式機動戰鬥車 這車其實算不錯的 日本人的工藝呀 所以 這個我們也可以參考人家啦 就是 假如真的做不出來 的話 那法國其實有另外一款 法國另外這一款啦 就是 他的這個 Vectra這個 法國自己的 八輪甲車 他有出 這個 105公里的戰車砲 可是 印象中 沒有沒有採購 沒有人買 不過他 他是標準的 他不是低壓的 所以他就沒有軍演給烏克蘭 所以他反而是軍演給烏克蘭 就是他現在現役的 這個 AMX10RC這個 這個 輕裝甲車 我是說輕裝甲車是說相對於別人都八輪啦 你看他才六輪 所以他是 偵查單位的 他不是 一個 可以頂住炮火往前衝的進攻單位在用的 車輛 因為法國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 所以這個車在非洲 當然 對付這些游擊隊啊 這些都OK 他機動性又高 那麼要留意對岸他也有 ZTL11的這個 這個炮車 這個假如真的打登陸戰他 當然是有可能第一波就 就上來 他這個是 配備 也是105公里的這個戰車炮 所以火力是相當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這個 陸軍的 同仁要留意 好就跟大家 聊一下最近的這一則報導 這個 因為這類車連 高爆彈的破片 可能都保護不了 所以 這個 烏克蘭的長官就是 抱怨說這個 俄軍的這個 152MM 二四的那個 火炮啊大炮 榴彈炮他們是152MM 那他在附近爆炸 他的破片就讓車上四個人就掛掉了 就是裝甲厚度啊 然後 不OK以外 然後變速箱 一直有毛病 好就是 變速箱那當然就是 你在越野的時候那個路況不是很好 所以他常會高速低速這樣子一直切換 那變速箱當然就 容易出狀況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烏克蘭戰場現在已經變成 所有的軍火商的試驗場 然後大家也要趁這時候啊 就是做了一些 展示 而且是 實戰的展示 所以很多軍火商都會 在他們政府的 默許下 你看到都是政府說 我們要軍援烏克蘭 打著正義的旗子 其實背後都還是有很多算計啦 所以有很多 武器裝備 支援給烏克蘭 同時也是替他們的 軍火工業在做廣告 好那我們今天這個話題就先聊到這裡 基本上這個是 偵查單位用的 的裝備 以偵查來講他是性能不錯的 機動性高 可是他的 防護力 跟火力 就會略為 低一點點 跟 同一級的 這個裝備比起來的話 好我們就先聊到這裡有空再繼續聊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